最近有龟友跟我说 小包 你老是说这个龟难养 那个龟闹心的 弄得我们都不敢养龟了 到底应该养什么龟呢 试试吧 好养难养 都是相对而言的 你让个门外汉养啥龟 都是瞎折腾 小包自己也说了不少龟壳 只能说 从我多年的养龟体验来看 以下这五种龟 相对好养一点 当然 我并不是把市面上 所有的龟都养过一遍 所以并不全面 要是大家有更好的提名 欢迎发表在评论区 大伙一起参考参考 点赞 关注加转发 养龟顺利 很健康 小包其实一点都不喜欢恶龟 不论是大恶龟 还是小恶龟 细心的老粉丝们 应该都能发现 我从做自媒体至今 就很少发布恶龟的内容 一个是因为他们太凶猛 那个是长得太大 很难安置 当一只龟 从近你家门那一刻起 就想着以后 怎么把他甩掉 你就不可能对他真心实意了 但是我还是养了一只北美 和两只杂佛 因为粉丝喜爱他们 我只好让他们占据一点空间 尽管这空间 衬土分金 之所以说是杂佛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身价 担不起纯佛的达人 按照一些恶规劝玩家的说法 每个四位数 你也敢自称养的是纯佛吗 所以 如果按照价格来判断 小包的那两只杂佛 约莫大概有1%的纯佛血统 掺杂了99%的北美血统 但是不管他杂成什么样 只要他是恶龟 就是这个样子的 死不掉 就是死不掉 从来没有一种龟类 可以像恶龟那么耐操 除非啊 某一天你看他的眼神 从对宠物的恋爱 变成了对食欲的渴望 记得以前有个养龟的前辈 跟我这么说啊 养小恶龟 你得想好日后怎么处理 这里有本喷日秘籍 也许日后啊 你会遇得到 小豹对皇后泥水龟是带有一些童年回忆的 小时候皇后的价格不便宜 我是买不起的 但又很喜欢 所以啊 就会住住在龟店门口久久不愿离去 现在买得只他们了 却很难找回当年那种示弱珍宝的感觉了 不过我依然还是很喜欢他们 喜感的笑脸 配上典雅复古的容颜 乖巧活泼的性格 让人忍惧不尽 其实啊 要说他们多皮食是断然比不上恶龟的 但是在整个泥水龟家族中 他们的饲养体验是能担得起好养二字的 他们对于环境 水质 饲料等方面的要求并不高 有很强的生存能力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啊 皇后泥水龟喜欢晒太阳 只要皮食多注意日照 就没啥问题了 至于价格嘛 现在是真的便宜啊 即便是北种小青 也才二三十 以前的他们啊 可是要七八百啊 同人们 最近蛋龟又开始涨了 这次涨得有点粉一所思 涨得有点穷凶极恶 涨得有点防不胜防 摄香龟作为最评价的蛋龟 居然也遭到了资本炒作的毒手 开始不要脸的蹭蹭蹭往上涨了 不对 是呛呛呛往上涨 据说啊 已经从七十块涨到一百三十块 那几乎是翻了一倍啊 都说摄香颜值不高 这个我承认啊 黑不溜球的 但是自从国产后面来了以后 摄香的地位加一了 虽然颜色不够严 但是人家几心小巧 性格活泼 垂性优秀 能够东边 还皮实对吧 而且现在也有所谓的高黄色香 观赏性上有了更多的选择了 如果你不建议它再涨价 不妨试一次 作为涉香龟属下的另一位成员 剃刀一直是小豹最喜爱的品种之一 剃刀龟的颜值非常不错 斑点头纹 配上背甲上的放射纹 一看就很华丽 又因为它们水性好 可以当深水龟样 也受到了很多水族爱好者的喜爱 有人说剃刀龟的胆子小 其实并非如此 小豹自己养了不少的剃刀 一开始可能会有怕生的情况 但是随着饲养时间长了 自然而然就会胆子大起来 剃刀的价格涨得很厉害 尤其是近几年 基本是一路走高 其实这种龟的民间保有量很大 只是很奇怪 只要价格上涨 市面上的剃刀苗子就一下子不见了 剩下一些零售和二道贩子价格 就一个比一个很高 真的是罪过 罪过啊 接下来是压轴了 你们知道我要说谁了吗 没错了 当然是小豹的罪啊 黄原必可归了 黄原作为宠物归自然是没得说了 外表儒雅大气 活泼好动 还特别粘人 每一只黄原归的体内 都隐藏着忠犬的灵魂 虽然他们的售价不低 但是依然挡不住 仰归爱好者的向往 而且是养一只想两只 养两只想三只 不知不觉就变成了黄原大户了 真就对应了一首歌曲的歌词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 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春风在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没见过你的人 不会明亮 养着养着就鬼迷行窍了 我是小豹 我们下期再见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